这个阿华包很厉害 让他想到一个新歌巡礼 五个大骰子 五个星梦一同学 星梦二好像现在还要等机会 还在等运动 火鸡 大家很开心 火鸡来了 各人也是唱两首歌 大家很满足 听了十首歌 还有大家找了一首舞蹈员 这个挺惊喜的 麦卓又是弄得很漂亮 后边拍摄的相片也很漂亮 火鸡 大家是闲聊说一下 有机会说一下星梦同学 没什么机会说他们 可以长一点闲聊一下 顺序的火鸡第一个出来 好像不知状态的状态 而且他和Shermon都好像唱得很小声 如果牆壁那么大 可能升回一点 那状态还是有点害羞 还是有点害羞 大家不知道是否觉得 还是有点紧张 还是少表演 还是还未很惯 还有声线也有点怪怪的 唱蓝颜知己和over you 挺开心的 看到他们五个一次出来 还有另外很多个的他们 各自都要自己努力争取 你看之前Felix 都好像在后边一些 现在不断有些不同新歌 Shermon也是很努力 一出来很成熟 已经很淡定 很自然 一出来和主持的对答很自然 很流畅 整个状态很好 很强烦 很强烦 唱双鱼座 原来他双鱼座 他双鱼座 难怪他特别和Ascar投契 原因是 双鱼座好像很配合Ascar Ascar那种刑架 特别多双鱼座的女伴 即是女的朋友 红颜知己 这首歌是讲自己的 另外唱永远潘多拉 一首是之前的 较早前一点的 一首是新歌 形成新歌循例 也挺有一个想法 终于 之前也不断被粉丝评论一下 不行啊 搞法 经常流流 有次没什么特别搞错 这一局不错的 这一局是做到一些东西的 但是做到一次东西不够 是长年累月不停地做 而且几乎每次都要做到一些效果 日积月累 叠下叠下才有一个可能小成果 来到就是Felix的年论海刚刚出来 我之前早一天都出了一集 说一些新人出过 原来很多个有新歌出 始终他们也是 要是他特别帮你写 但是也是很快的 不会跟你说 长时间 日以计夜 就是为了你一首歌 而去不停的贫空创作 另一种选择就是 选择一些展示 有没有哪些适合 选择了就 确定要 开始再加这个加那样 这首《连论海》也是这样 以及窗网机亲早 其实是有潜质的 而且看到Felix慢慢找到自己的形象 那个打扮 即是形象如何设计自己 他慢慢找到的发型 以及配到一个眼镜 他以前有没有戴眼镜 太久不记得 我以前可以说过 在星梦2的评论 有时的样子 可能不是营英水靓正 那种 可能平凡一点 有时是加上眼镜 不停地试试到最好为止 眼镜是可以配襯到更加一个 增强的 令到你的样子 面红 现在我发觉他的头 做得好 眼镜 他最近选对眼镜 选到了 这副眼镜是适合他的 适合他的面型 是很重要的 所以他似乎背后所花的努力 从他之前那两首歌 你会看到他不停进步了 也不会说你听过 但你会看到他的努力 都花了很大量 这边很厉害 一出来 真是魅力到不得了 现在是否工作量很多 也很少看到他有什么搞作症 还是不停拍戏 搞歌 这次很厉害 这次很厉害 这个角色也找到 他很早找到自己的角色 这次还要找一群伴毛 六个 上厅有两个 穿了黑衣服 形蓝 全部六个加一个一起跳 很厉害的 这个Asuka 跳得还可以的 但里面有几下的舞蹈 也是 似曾相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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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 是 是 有些 熟悉的 是 可以的 整体 大整体 是不错 还要 有一次炸开出来 即是 那六个男舞蹈员 埋了之后 好像爆炸 一炸 炸开 那个伴舞 也是 很花心思去设计 还要找到六个人来出show 即是不惜功伴 即是不简单 这一次 OK 即是挺惊喜 即不是说只是五个人上台唱歌 因为里面有快哥 快哥你没有伴舞 即是不像样子 谁知道不是说只是伴舞 他竟然找到六个这下 真是厉害 另外就是Chantelle Chantelle 很久没有见 原来 这一天 最后一天 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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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要去 有只蚊子 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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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只有两个伴母 但这两个伴母 真的很好 正维天 成会了不同关注焦点 包括Ascar 大家结束了 原因很幸福 看到 위해小公主 看见两件 相事便asaki 回来的时机刚刚卡住了Gigi那边的演唱会 我们比较关注了演唱会 因为始终是第一次保办 正式来说严格来说是第二次 刚刚卡住了重叠了一首新歌 所以这里我们一次作回简短回顾 又试试快歌 看完又有些回忆 当时他们还在比赛期间 她ChantelleAscar 当时还有Windy还有Wall 当时还是自己一个人在外面唱 无论你快歌慢歌也好 当时是唱ChantelleAscar 现在转眼间一眨眼就已经几年后 三年过去了 已经一堆伴舞 然后又试快歌 不断成长 看看他们将来是怎样 继续努力的 听说Phoenix 他不停地进步 不停地花了很多苦工 去1.1滴累积 大家慢慢会看到 初期未必看到 但你看到他辞之以恒 慢慢看到了一点点 我们将来再见到更多东西 再继续说 看到他各自都在不同的成长 但是再过多几年 发展又会是怎样 这也是大家感兴趣的 今集到这里先 如果听到这里记得按订阅 谢谢大家收看